說不中了 就一個沉悔禮 你和這個沙聖水是一樣的 所以重複 我們正在做兩樣的狀態 所以沉悔禮或者沙聖水 是一個重複 今天的音鐘 看到很多人名 和地方名 有件事很肯定的 就是 如果這些名字不重要 就會在福音上 記載出來 耶穌的等身 不是一個神話 語言 或者 有人 集出來的故事 耶穌是一個真人 他曾經 在歷史中 特定的時間 和地方出現過 而這個地方 直到今時今日 都繼續有人居住著 今天的福音 都說 關於西者約翰 他是天主的 信叉 或宣告耶穌的累累 預備道路 透過宣告悔悔的洗禮 是 那天 惡人 得罪此情 這裡 所說的洗禮 不是 是福會的 前夕 即 那晚 何世者的洗禮 約翰的洗禮 是一個行動 正正 人家透過 約翰的浪水 浪水 浪水 表達出 他們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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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透過悔悔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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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和我們有親特的人說好 這些就是當出人怎樣經驗到 為天主清革的能力 是那時的人應該感應感恩 而為上主以為道 是那篇一道 八六刻善致敢講 天主義美麗 義平一齊高山和我將的憂力 義平所有身高 使他們化為榮地 我們都需要派出任其中 準備有自己為慶祝小耶穌的慶祝 現在我們中間有些人領助勢 沒有那麼久 一些就已經有十幾年 幾十年 或者眾生眾少就領助勢 但無論如何都不代表我們不需要悔解 我們反而需要不斷加深自己 再一次肯定 我們要信仰的愛無能 我們透過精革的悔解 為做好準備 即是要加劇 我們合集三革的改變 更深入聽聽 聽證 我相信耶穌而我們做的愛得無慰 能夠今天跟天主收穫 明大關係跟我們跟作為的人都可以收穫 最好 我們每個基督徒應該學法實際盡感 有一個使命 就是將耶穌所誠致給我們的 信、望、愛、自由的信息 傳送給其他人 要幫助填平他們生活的憂固 以及令他們學學的路途變得平坦 很多時候天主願意透過我們 對他人的關心和鼓勵 為世人的敬語改變 而遭遭奇跡 就讓我們為信心 就這個聖誕充滿喜樂 成為耶穌共生人間的天正人 對我來就很期待 給我們 Boots